我們現在這是刻度片 這是十年前阿遠柯南用的 進來之後呢 我們這個是刻度片 刻度片我教大家一個很投機取巧的做法 但是它是很正規 考試不算作弊 我們直接用400來對 用400來對長這樣子 把它放上去 這時候麻煩特寫一下這邊 這邊的對不對我把我把 順便看到我手指對不對 把手指打開 光圈打開這邊就亮了 看到上面的這邊就亮暗 亮暗 我可以先亮一點 然後把外面的圓形環 放到中間去 因為我對那條線比較準 比較準 好了這時候我準備到400 這是油鏡 4倍10倍40倍 我用40倍藍色圈的這個 藍色圈是我們實驗室的 不同的實驗室會不同 好接下來眼睛不要掛上去 眼睛看側面 深深深深深深到撞到它 這個幫我特寫一下 深深深撞到它 撞到它 撞到它就縮一點點 放下來縮一點點 好這時候開始對焦 我們這一台的話 放油門是下 我要往下對焦 OK來 然後來後面一點點 我要往下對焦 開始下 只能往下 只能往下 不能回頭 假設我這樣子轉對不對 沒有對到焦 沒有對到焦的話 這時候眼睛放... 欸... 這台...這台... 這個... 細條結輪有問題 不好意思... 融出條結輪那一條 過頭了... 好...應該過頭了... 過頭的時候,眼睛離開,不要直接往回 眼睛離開,從這邊看,上來 我把光圈關小一點 OK,這邊開始 放下,開始放 我再標一下這條細調節的狀況,我用粗調節那條 怎麼對不到腳 對不起,我從最小,我用正規方法,從這台 上升到最高,開始放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OK 我就直接對到四百倍的地方 答案先暫停 這台光圈